最近社會上在討論的就是 這個公務人員領18%這件事 這個會議會受到民進黨的黨主席 創英文的心想 對於18%的政議 這個政總統李政委委員第一次 來表達他的看法 李政委委員說 這18%是政體的制度問題 應該用這個公平和政議的方向去改革 所以他任意創英文不允許多次會議 18%的政議不斷 警察黨黨大紀元民進黨作寫創英文的新聞 哪要要求創英文哪來哪也行 他應該討欠 在去李政總統 收到18%的政議表達他的看法 他說自己不僅18% 不過要任意創英文不允許多來討欠 我們來批評那個委員 李政總統表示 假期因為公平和政司機 所以保守18%的理性 不過這時候政體的環境不斷 必須可入社會觀感來改革 18%是政體制度問題 不應該占對個人來討欠 應該用這個制度去改革 不要這樣過人殺人殺人 說那個沒有用 那是政治上的條件說的 我你覺得這個問題本身 應該就用公平 公平 政治立場這個環境 來借助來合法改革 另外尖閉政大團出的李政總統 由依依依立法議長 王經兵競選利空義理的總統 在記李前總統是表示 這個王經兵願意盡頭 一定會鼓勵 記者綜合報道